嗨,大朋友们,小朋友们,你们好,我是爱多绘本的燕子。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故事是《数字在哪里?》 作者是日本的五位太郎,是由明天出版社出版。 你知道是什么可以让我们知道衣服的大小? 是什么可以告诉我们时间的多少? 是什么可以代替我们的名字? 生活中到处都有它们。 有了它们,我们就可以知道温度和体重, 可以了解水果的价格,可以搭上正确的公交车。 用它们,我们还可以打电话,可以玩游戏, 还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。 它们有趣又好用,它们就是数字。 快来跟着我们一起听听故事,走进数字的世界吧。 看数字,可以知道今年你几岁。 看数字,可以知道时间。 看数字,可以知道日期。 看数字,我们可以知道房间里的温度。 生病时,看温度计的数字,我们还可以知道有没有发烧。 也可以知道自己有多重。 用数字,我们还可以给家人朋友打电话。 看电视时,也可以挑选喜欢的电视节目。 买菜时,看数字,还可以知道哪个贵,哪个便宜。 去商场买衣服和鞋子的时候, 看数字,还可以知道鞋子和衣服的大小。 每辆汽车都有自己的车牌。 用数字可以区别一辆一辆的汽车。 也可以知道公交车要去的地方。 当我们开车时,看数字,可以知道道路的规定。 也可以知道离目的地还有多远。 用数字,可以把信送到收信人的手上。 我们在比赛时,用数字还可以知道谁先谁后。 数字也可以代替人的名字。 看,在足球比赛时, 每个队员身上都穿着带有数字的球衣。 在棒球比赛时, 看数字,还可以知道谁输谁赢。 当然,用数字我们还可以玩游戏。 看数字,可以知道有没有中奖。 还有,在课堂上, 数字可以用来做各式各样的计算。 也可以用来思考各式各样的事情。 真是方便呀。 咦,当我们看书时, 看数字也可以知道页数哦。 你说,生活中是不是到处都有数字呢? 这里的数字你都认识吗? 你可以从一数到一百吗?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 小朋友们,你还发现了哪些地方有数字呢? 它们都有什么作用呢? 欢迎在社区留言板留言告诉我们哦。 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,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。 下周同一时间再见,拜拜。 如果还想听什么有趣的故事,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哦。 别忘了点赞,分享和订阅。 谢谢,下周见。